大家好我是烏秋風 最新的快照版本來了 這次是1.19.3 預發布版本第一版喔 新增了什麼 呃跟上一個快照版本來講幾乎沒新增什麼 有啦新增了一些你不會注意到的東西啦 譬如說填滿生態域指令 重新修改了一下齁 還有新增了一些動物變體的術詞 這些都是你不打指令你根本就不會注意的東西嘛 所以這邊就不講喔 欸等一下不講就沒東西可以講啦 上個快照版本的時候呢 新增了朱布林的頭顱音效碼 那這個快照版本呢 那個玩家的頭顱也有聲音喔 不過你要自己用指令去設定 對要打一些什麼語法啦 讓他有命名空間之後 就可以發出聲音了齁 也就是說如果我做一個材質包 內建我的語音 然後輸入一些指令 在我的這個音階盒 放秋風頭顱的音階盒上面 打下去可能就會有爛透了 這種音效喔 不過就是要製作啦 以後秋風試看看齁 爛透了 其他更新的內容 像是新增一個閃爍標語 這個有需要講嗎 你們又不看閃爍標語 這個也不用講了啦 然後修了一些BUG 哇喔 這一次的快照 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有有有想起來了 那個中文啦 中文有了上線了齁 遙冊資料中文上線 對你可以 那個回傳給minecraft 那個他們會 近期改善 而且minecraft還說那個 1.20的反饋 近期會上線啦 然後到時候再看看了 那1.19.3 預計是在12月6號上線 然後 呃 就是下假禮拜嘛 表示還會有一個快照版本 還會有一個預發部版本 嗯 這個版本已經沒什麼東西了 不知道 如果沒有重大BUG 可能就直接發布了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沒什麼大問題 下個禮拜就直接上線1.19.3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他們 實際上更新了什麼齁 下次再會 掰掰 過幾乎 請訂閱 點讚 訂閱 點讚 這個影片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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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